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全新的产品是18500块钱 然后就寄到我手上了 但是买回来变PCC6K之后 这台相机你几乎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为什么 首先它是一个EF卡口 你会需要一个EF卡口的镜头 我现在使用的是 试码的18-35 1.8的镜头 这只镜头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只镜头 它的全新的价格在3700块钱的样子 就是佳能口的 如果你在二手市场上买的话 2000多块钱 3000块钱左右 基本上就能买到一只橙色比较不错的镜头了 这镜头的特色是非常的锐 不管是从1.8光圈全开 还是再往后到F4左右的时候 锐不可当 特别特别的好 也有很多同学 如果你的预算足够高的话 你可以买这只镜头 18-35 T2.0的电影镜头版本 电影镜头的价格就比较高了 一只的价格是2万块钱左右 但是应该是对得起这个售价了 这可能是比较便宜的一套 适合个人来使用的一套电影机的解决方案 所以你的镜头加机身的总价格可以在21000块钱 22000块钱不到 但是买了镜头加机身之后 你依然还是没办法使用的 你还会需要去买一块锡铁电池 那为啥 因为这个BMPCC它原配的是LP-16 这个是5D2上用的那块电池 如果你使用官方自带的这块电池的话 你每一次大概可以录制10分钟左右 你就会需要重新更换电池了 每10分钟你就要换一块电池 你受不了吗 你肯定是受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国内有一家叫吸铁的厂商 它做了一个电池 这个电池我猜里面应该也就是18650的电芯 那一块吸铁电池价格 就是包含它这个供电线 是600块钱的样子的 那可以提供BMPC6 可以大概连续录制4个小时 这个时间就非常好了 那如果你之前跟我一样 有很多V口电池 那你只需要买一根V口的D-Type 那个转电源的这个供电线 那可能100块钱就够了 那如果你的V口电池 比如说是100瓦时的 甚至140瓦时 170瓦时的 那基本上供应BMPC6 6-7个小时都没有问题 所以供电方面就解决了 那存储方面的BMPC 是可以使用SD卡 或者说CFAST的卡 两种存储卡来存储的 这两种存储卡都不是特别的经济 尤其是速度更快的CFAST的卡 这个卡的话 你256G基本上要花到3000块钱以上的价格了 所以我相信你们一般都不会买的 所以你们一般都会去额外购买的 三星的T5的SSD 那这个SSD的价格就比较合理了 500G的话价格只要600块钱左右 那如果你的BMPC6K录制的是6K分辨率 30帧 然后使用的是8比1的加缩率 来拍摄这个BRO格式 那基本上一块500G的硬盘 可以让你坚持60分钟左右 所以对于正常一般的个人通讨者 以及小型的项目来说 一般来说500G的硬盘也就够了 如果你不放心 你再额外买一个500G来替换一下 那有了这么一切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在拍摄的过程中 你会需要把这些东西组在一起 这个相机本身是没有那么多锚点的 你怎么办 你会需要买一个兔龙 那兔龙呢 基本上国内就是两家品牌 把这个市场上给垄断了 一家叫做small rig 就是small格 另外一家呢 就是铁头 那我这次买的是铁头的兔龙 因为我之前在ACMC上买的是small格 然后我觉得small格的东西做得也非常好看 我是只想换一个风格 所以我就买了铁头 铁头的兔龙呢 有很多种配置啊 比如说半龙 半龙呢 就是不把这个相机整个包裹起来了 又全龙 就是把整个这个相机给它包裹起来的 然后呢 就是你要不要提手 要不要这个T5的SSD的额外的一个硬盘支架 然后以及要不要给它底座 有很多很多扩展套件 我最近呢 是在咸云上收了一套二手 所以这套就比较便宜了 我是一个提手加上一个全龙 就这么两个最基本的这个结构 总共只花了700块钱 所以整个这一套设备加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在25000块钱以内 你就可以正式开始拍了 但是如果你像我这样 还需要自己给自己拍摄的话 就是你没有团队帮你去对焦啊什么的 你可能还额外需要买一个路基 因为这个路基的好处是啥 有人同学说用显示器 可不可以 可显示器也可以啊 你在边上额外接一个显示器输出 这样你自己看显示器的屏幕 你就知道自己对焦对不对上了 然后你就知道自己的构图合不合理 没问题 但如果你日常还是要出门要拍 并且这个BMTC 它并不支持翻转屏 所以你还是会需要一个路基 或者你自己去买 你会需要一个监视器 对吧 这个监视器我强烈还是建议你去买Ninja V 那我自己买的就是这个Ninja 5 就是V就是5 对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路基 这是我以前用的 这台路基的好处是啥 它的亮度非常高 户外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 并且它还是一块HDR屏幕 所以基本上买了这一台路基之后 以后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 你都可以轻松应付过来 但这台路基的价格很贵啊 我记得要将近5000万元左右 所以如果你暂时没有那么高预算 去买这个路基的话 你买一个正常的监控屏也OK 反正就是5英寸左右的小一点的 国内一些品牌可能赚1000块以内都OK 因为对于BMPCC来说 它的最主要作用还是一个监看的功能 录制机内的这个录制 录制BRAW 我觉得马流啊什么的都已经非常够了 所以整体来看 这一套设备弄在一起的话 25000块钱到3万块钱 对于一个个人承诺者来说 我想应该就完全足够了 所以其实相比于Red这样的设备 那确实还是便宜不少的 但Red呢 就是最便宜的 像我之前买那个Red Raven 那怎么样也要请套弄起 也要将近有10万块钱 这么一个价格上 对吧 所以其实不是那么划算的 并且Red的SSD非常贵 之前我还不拍了一些视频 Red是 其实就是一块普通的 那个Mset接口的SSD 当然它在这个 Smart信息的头里头 Red自己写入了一个 自己的专有的一段加密字串 那你没有把字串搞定的话 你使用普通的Mset的SSD 你放进去之后 你没法得到满速的写入 所以你没法拍高分辨率的视频 或者高帧率的视频 Red就在这些事情上很鸡嘴 但是没辙 那个虽然海外有一些品牌 成功的那个参悟透了 这个Red到底是怎么样来解释 这条字串 但是很可惜 它参悟透了之后 它也是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 它自己做了一个第三方的SSD 卖的价格也很贵 所以这个Red对于个人创作者 以及小团队来说 其实这个成本不是特别低的 那我最近使用这个BMPZ6K 我使用拍摄来看 我觉得主要是几点 第一个呢 这个调色依然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你要逐渐去学习 那像我这样 对于调色基本上属于小白这段 我非常推荐一个同学的视频 叫做Eason 这位同学在B站上 大概有五六万粉丝 在YouTube上大概5000粉丝不到 虽然看起来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大物 但是内容做的非常的接地气 而且对于调色 对于打光 对于相机的选择 对于器材的评测 我觉得Eason同学 是我看过的 目前说中文的评测中 做的非常非常棒的一个 强烈建议你去订阅它 那另外呢如果你还是使用达芬奇来剪辑视频的话 像我曾经一直使用Final Cut Pro的 那我最次希望把我整个工作流 全部统一到达芬奇上 那这里就强烈推荐影视飓风的Tim同学 他正在做一 应该是这个系列已经更新了不少集了 就是教你如何在一个小时内速成 对吧 使用达芬奇来进行剪辑 这个视频已经更新了 大概有七集左右了吧 所以欢迎同学们去看一看 那Tim的这个视频呢也是免费的 你要关注一下影视飓风 你就可以看到Tim这两期视频 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初学者来看 你有这两位同学的视频来帮助的话 我想你的进步速度一定会非常非常快的 好了以上都搞定之后 我来说说看我最近使用BMPC的经验 我最近使用BMPC已经拍了一些BRAW 比如上一期 我在说我轮毂的那期 里面有一些画面 基本上就是使用BMPC6K来拍 我说6K分分率的好处 是我可以随意采解 随意构图 如果像大家对于最近手机不都是 基本上已经使用21比9 甚至说2比1接近2比1分辨率这样屏幕 我可能以后会考虑整个视频的分辨率输出 以接近2比1的比例来输出 这样大家在手机上去看视频的话 可以起到一个满屏的效果 可能两边就没有黑边 看起来就更加舒畅一些 所以这也是我买BMPC最大的一个目标 如果我能给大家输出一个2比1的视频 并且这个视频的那个帧率 我觉得25帧 现在像索尼提供的4K25帧已经远远不够了 最起码也要30帧对吧 我们就不说60帧了 那虽然BMPC是可以拍摄4K60帧的 拍摄4K60帧又有别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60帧 你这个整体的存储空间大幅度 就压时长大幅度压缩 同时你的调色的对吧 这个时间也要变长 就机器压缩的成本各方面都变高 并且你在60分之60分60帧的视频的时候 你想取得比较好的动态模糊 你可能会得用120分之1秒的快门速度 这样对进光量有要求 对于灯的提供有要求 所以我目前还是使用的是30帧 我看不管是B站 YouTube上很多播主 大部分也都使用的是4K30帧的分别 所以我基本上确定的就是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都会尽量给大家使用4K30帧 然后尽量去输出2比1分别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感受一下 就是能使用这样机器拍摄出来的效果 好了 这是本期董爱买来的视频 对于我最近刚更新的BMPC6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单的小汇报 那在我的日常使用中 如果还有什么进展 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事情 我也会单独在拍视频 给大家来聊一聊 总之我买了这一台设备之后 我还是很开心的 就是过去使用索尼的A7M3 虽然就是一切都OK 对焦也特别精准 这个分辨率什么的也还成 但总觉得 就是乐趣上少了一些吧 就是人嘛 总是想该折腾的时候 就折腾一下 所以我这个折腾起来 我还是感觉还挺开心的 好 这是本期董爱买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平时收藏订阅 我们买买买的 偷家B站微博 以及YouTube 我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